公正党雪兰俄双西甘迪斯州议员苏海米 刚在这个月2号因病离世 没想到短短18天之后 西蒙再有议员离世 交赖家营大到今天凌晨12点40分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死者是行动党乌拉港区州议员黄田志 家营警区主任阿莫扎菲指出 黄田志昨晚在首都出席一场晚宴后开车回家 不料在大到11.7公里处 疑似多用途车失控 撞上停靠在右边快车道 正在进行维修和清洁工作的大到工程罗里尾部 猛烈的撞击力导致黄田志的日产X-Rail多用途车 前半段几乎毁不成形 黄田志也因此身受重伤 当场死亡 留下遗孀和三名孩子 由于多用途车横摆在路中央 警方必须封锁四条车道中的其中三条 加上清理工作非常耗时 导致事发路段严重堵车 黄田志的遗体已经送往医院解剖 警方将从多个角度调查车祸噪音 包括工程罗里当时是否有按照规定 亮起警示灯 黄田志在刚落幕的第14届全国大选 得票41768张 以35538张多数票 狂胜国阵马华和伊斯兰党候选人 成功守土 如今不幸理事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以及一众火箭议员 纷纷发吻致哀 希望黄田志早日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